這對夫妻被警方帶到一旁詢問了 口氣還很嗆 甚至要便衣刑警 拿出證件來 還度想搶了警方證件 夫妻一大一唱 問到關鍵字了 他們這麼說 他們就是涉嫌以加盟店家的名義 把人帶到餐廳大吃大喝後 翻臉走人 白吃白喝的夫妻擋 上禮拜才到一家低基金店 說是要上門談加盟 店家一給茶他就喝 但給他看合約卻是懶得看 這時候出招了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老婆剛才在去竹聯寺 請了一尊神明 所以不能進來 叫我們帶他去星巴格 因為星巴格那邊算公共場所 後面他們吃飽之後就開始翻臉了 就是開始找你的麻煩 業者受騙很無奈 更氣的是這個 我昨天PO上網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的受害者紛紛的指認 這對夫妻疑似找上不少店家 以談加盟的名義 吃飽喝足 電話也不留 這回顧忌從施 找上車行要談加盟 店家報警處理 儘管嘴巴上頻頻喊冤 但受害者指正立立 他們還是被帶回警局 只是受害店家同意偷錢請客 這對夫妻的行為有沒有涉及詐欺 還得由法院認定了 記者何孟謙新竹報導